要是能就這樣挽著你手 從現在開始到最後一首 只要不嫌我無不笨拙 你是唯一的選擇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沙子與白絲 我是被子手邦邦 我是主唱為哲 我是鼓手為君 我是吉他手光良 就是這張專輯的名稱叫做Aerofait 是因為Aerofait的直翻就是本命 本命剛好是這張專輯在紀錄我們24歲 這個本命年的時候發生的一些心理變化 然後還有這個命運的一年 就是可能疫情下或者是整個世界巨變的一年 然後的一些闡述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們聊了其實沒有這麼多新專輯的歌 其實新專輯有一些歌它的玩味程度 我自己覺得是比第一張專輯還大很多的 尤其是雖然我們寫的是英文歌 但是我覺得維澤的英文造詣還是非常的深厚 就是它其實在裡面藏了很多有趣的細節 如果要講評論的話我覺得 我們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做Hurry Up Aerofait 這首歌其實是一首我們目前創團到現在我們覺得最怪異的歌 就是它的結構啊然後還有它的安排還有它的畫面感都是非常的詭異 然後我覺得我在看評論的時候就有發現有不少的粉絲網友們有提到就是他們覺得聽這首歌的感覺很像在一個劇場 然後它會有不同的幕 其實那些網友有提到說這首歌很像看現場的劇場 然後有不同的幕 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 然後會有一種在壓抑中 然後可能他們提到什麼有點像是什麼主角被追殺 各種就是他們會自己去把這個畫面寫出來 然後最後面又回到一個開闊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聽他們描述我們的歌有什麼樣的畫面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有啊有啊有啊 公司的前輩就是賺錢然後到公司裡面嘛 然後公司就偷錢到我們身上 沒有啦 公司的前輩當然會有給我們非常多的經歷 非常多的經驗分享 對包括因為我們現在也是後輩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的決定 包括我們想要做的音樂風格 我們如何去呈現我們自己在大眾的視野中 其實我們都會從我們的謙卑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 我自己覺得啊 我們這個時期剛好是一個巨變的時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想法 每一天都在改變 我們也還在摸索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那這時候我覺得有謙卑的指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會讓我們少走很多彎路 三養嘉賓的這個陣容啊 絕對會讓現場的觀眾大包而敷啊 沒錯 大包而敷 我受不了蔡偉哲有個壞習慣 就是她太愛乾淨了 她會無時無刻在她的客廳 用掃把打掃地上的灰塵 然後我們家弄得先審不然 所以我沒辦法接受 這個我覺得 我最受不了蔡偉哲的點是這個 她 她 狗幹大會 對為什麼都別蔡偉哲 我們每個人都講她 OK喔 可以嗎 承受得了嗎 覺得偉哲的 我要走 覺得偉哲最讓我受不了的地方 一方就是這個她 太過耀眼 對她太耀眼 我其實我 她有時候 她有時候 對她有時候就是會 她會拍我肩膀說 維君辛苦了 這麼多年你一直活在我的陰影下 你一直活在我陰影下 我知道你是痛苦 然後我就會看著維哲說 沒關係 我們是兄弟 我會撐下去 我最受不了蔡偉哲的點是 我最受不了蔡偉哲的點是 我覺得蔡偉哲的睡眠品質 就是不太穩定 對對對 我覺得蔡偉哲都已經過25歲了 應該要追求一個穩定的睡眠 但是 有時候晚上還是會 還是會因為一些這個未完成的夢想而驚醒 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太陽 我沒有辦法睡覺 我沒有辦法休息 我的存在就是應該要照亮她的人 OK 這就是我最受不了蔡偉哲的一點 OK 她太太吵了 我們北京的時候是住一起 然後她在客廳就會一直彈 一樣的樂句 就是歐歪這首歌的樂句 然後 然後 彈了大概 整個半年都都在彈 然後各地的時候我也住她旁邊 她也一直在彈 我跟我的愛人一起 我也是跟我的愛人 嗯 我也是跟我的愛人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情人節是就是 大家如果有情人的話 就跟情人節一起過 然後如果沒有情人節的話 我們就繼續努力 你在講述什麼嗎 蛤 是這樣沒錯 你在講述什麼 大家如果有情人的話 就跟情人一起過 對啊是啊我該這樣講的 如果沒有情人的話 繼續努力啊 對啊就是這樣 情人節是一個 我覺得比 我覺得這個節日啊 就是 有一點 有一點不公平啊 我覺得有一點不公平 有一點 有一點 這個 階級壓制 有點階級壓制 反正就是 大家一起繼續加油 然後 締造更好的未來 有 我們確實有想過 但是 沒有人要求我 對沒有要求我 這是第一點 真的沒有啊 對 然後第二點是 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 還是黨期的原因 就是 比較沒有能對得上 對所以 但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相信我們也可以參加 不管是以這個 選手的身份 還是以 工作人員的身份 不是是那個 進去收 對我說的是那個 進去 給他送便當 門口有那個 烤箱場 我想說你們有更雄偉的 去直接當導師 喔直接當導師 直接當導師 就是 OK 反正我們就期待著 你們這一張專輯 有什麼樣的期許 你有沒有想過 直接衝到 那個 金曲家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能得獎的話 但是很好 對 那我們也期待 我們也有費這張專輯 可以讓這個 各大獎項的評審 可以看到 那 看到的話 跟我們說一聲 呃對 因為我們怕你沒看到 就是 因為你們可能看到了 但是 我們沒有入圍嘛 對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跟我們說一聲 就說 呃 傻水白石樂團你好 我們看到你的作品 當然抱歉你沒入圍 哈哈哈哈 就特別盡興跟我們講一下 不然 因為我們 我們會這個 我們會這樣感覺 比較就是受到尊重 對對對 就記得跟我們特別講一聲 像我自己 我自己其實 我覺得玩樂團對我來說 一直是我的夢想 對這是真的 就是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就想要玩樂團 那個時候我聽的是 五月天 跟 Lincoln Park 對 那我覺得一直到現在 玩樂團這件事情 呃 還是我的夢想 但是很幸運的是 我覺得我的這個夢想 更進一步 對 那我現在剛好是一個 我覺得 我的精神狀態啊 我各方面的這個 肉體狀態 肉體 我健康我肉體狀態 但還不錯 所以我就是會繼續 往這條道路上繼續 邁進 那企圖有一天 呃 可以脫離撒白 進入五月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因為我這樣 因為這樣比較快嘛 這樣比較快 好 那這是我目前 對於這個 我們樂團的這個 不是 對於我個人的這個期許 好 那接下來換幫幫 嗯 我希望可以 脫離撒白 哈哈哈哈 那因為我 我其實從小 本來就想要當一個樂手 嗯 然後現在 就是加入了撒白 好像 好像更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就 先繼續這樣 因為你要講 因為我拿著撒白撒白的錢 但是幹著樂手很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OK 當初的初衷是就是 因為我是鼓手 然後我 我其實是一個 很喜歡交朋友 而且很 需要朋友的人 然後我就是 遇見為則 我就找到我生命中的太陽 對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玩下去 關於夢想喔 我只有一句話 他已經失敗了 哈哈哈哈 他失敗了 他跌了一個大腳 哈哈哈哈 他失敗了 我跌了一個腳 但跌了腳 爬起來姿勢還是很漂亮 嗯 夢想這條路跪著 都要把他走完 哇 對 因為他原本是想要當牙醫啦 但是 沒有那只是一個 直接向我選擇 但做了現在 另外一個選擇 我感到非常抱歉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哈哈 對不起鄭媽媽 鄭爸爸 你們兒子的存款 可能會一直都是 烏入歧途 哈哈 我們在 2月19號 Zap New Taipei 3月5號的 台中Legacy 跟 3月12號的高雄 Live Warehouse 都會有我們第二張專輯 Aero Fate的巡演 那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這張專輯 傻白的第二張專輯 Aero Fate 中文是本命 那也期待我們在 上述的日期裡面 與大家相見 一起有一個 歡快又美妙的夜晚 謝謝大家 我們是傻子與白痴